世界末日降临,地球已不适合人类生存,政府挑选精英进入休眠舱,本期丽哥带来电影《末日深眠》,在一座地下避难所,鲍尔和卡特从休眠舱进来,两人身为工程师,主要负责进行迁道,以及保证避难所的正常运作,更重要的是需要保障好其他休眠者的安全。 原来一种生化武器的使用导致毒气渲染到全球范围,氧气已经不复存在,大量的普通人惨死街头,而政府则暗地里挑选一些精英,偷偷地放进了避难所,躺在休眠舱里存活,以确保人类的智慧得以延续,直到地球的空气吃和人类呼吸,精英们才会苏醒过来,而在此之前,鲍尔和卡特要检查好每一个休眠舱,避免意外伤亡。 作为一起工作的同事,俩人感情倒是不错,鲍尔属于遇到情况,懂得随机应变了类型,而卡特的脑子不太好使,眼前时常会出现妻子爱比的身影,有时工作到一半就会发呆。 鲍尔也不知卡特在跟谁说话,由于卡特的工作失误,导致他的休眠舱突然起火,虽然即使用灭火器制止,火势并没有蔓延,但是休眠舱已经不能使用,这令卡特很是苦恼,幸好避难所还有闲置的休眠舱,进一番调试后,鲍尔先进到舱里, 测试一下是否能够使用,客躺得越久,鲍尔逐渐感觉到空气越来越稀薄。 突然间,防护罩快速收缩,鲍尔根本无法呼吸,便大声呼救,却没得到回应。 待鲍尔昏睡过去,卡特才干忙,用一把美工刀将防护罩撕扯开来救下鲍尔,鲍尔质问卡特为何这么久才来,卡特则回答说,刚才去找美工刀,费了好久才找到。 闲置的休眠舱已毁,卡特只能另找别的办法,现在唯有鲍尔的休眠舱能够使用。 其实卡特没有地方睡觉,这与鲍尔一点关系都没有,之所以挺身相助大概是因为同事友情吧。 鲍尔提出建议,从其他的休眠舱里随便拉出一个精英杀掉,如此一来问题就解决了。 可卡特却不同意,保证这些精英的安全属于两人的工作,他们无法决定人的生死,如果这样做的话,不就成杀恩犯了吗? 这时卡特想到另一种方法,根据地图探测仪,他发现附近不远,有另一避难所,于是卡特穿上防护服,前去另一个避难所求助。 而鲍尔则留在原地,告知好兄弟实施路况。 可卡特赶到目标地点时,却没有看到任何的幸存者,周围是一片废墟,到处都是残垣断壁,迫于无奈卡特只好原路返回, 但鲍尔却不开门放他进去。 在卡特出去寻求帮助的同时,鲍尔通过庇护所的监控,得知当时闲置的休眠舱出现故障时, 卡特并不是去找美工刀,而是站在一旁,眼睁睁看着鲍尔窒息,应该是想借机害死鲍尔, 自己就能够使用他的休眠舱,最后大概是不想受良心谴责,所以才在最后关头救下鲍尔。 实际上卡特也不愿背叛同事,只要是他的妻子艾比,就在避难所里休眠, 卡特不想等妻子醒来后,自己却无法和他在一起。 眼见鲍尔仍是不开门,卡特只好通过管道偷偷溜进了避难所, 并在鲍尔威胁要杀死艾比时,将大量的马菲注入到鲍尔体内,死期将至。 鲍尔本来有机会能够开枪杀死卡特,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, 还祝卡特与妻子百年好合,生完后就死了。 避难所的氧气即将耗尽,为了活命,卡特便躲进鲍尔的休眠舱, 专研好多年过去了,艾比等精英们苏醒了过来, 当他再一次见到丈夫的时候,卡特已是满脸落腮虎, 现得格外苍老,双母无神, 失去至今爱人的悲痛纠缠缓绕在心间, 再也没有相拥时的甜蜜,接吻时的缠绵, 甘愿舍弃青春年华喝绝美容颜, 直言数年后能与你相见,即使天崩地裂,爱情依旧存留。 心长存思念,人生路上才不会孤单寂寞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我是黎哥,原则登展, 照亮你心。